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誓死如归的成语故事 管仲是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 齐桓公承认命当时的大夫包书牙为宰相 被包书牙蜿蜒拒绝 他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 于是齐桓公便向管仲询问改革政治 复兴国家的方略大计 管仲说 大量开垦土地 大规模的扩建城镇 发展生产 利用有限的土地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 我不如凌翅 请派他做主管经济的大官 察言观色 审时夺势 熟悉礼仪 举止得体 说话有分寸 我不如席鹏 请派他做主管外交的大官 不辞辛劳 不计个人利益 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 冒死境界 我不如郭东亚 请派他做主管监察的大官 整肃军队 打仗英勇 把死亡看得像回家一样 我不如王子成 请派他去统领军队 断案英明 不枉杀无辜 我不如玄章 请派他做主管司法的大官 您假若只想 治国强兵 有这五个人 就足够了 如果您想成为诸侯的霸主 那么 有我管仲在这里 就行了 齐桓公听后非常高兴 对管仲言听计从 最终完成了霸业 那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 也有像王子成这样的人吗 当然 在每个时代里 都有许许多多的人 在为着自己的理想奋斗 他们不但付出了自己的时间 与金钱 更有甚者 需要付出自己的生命 来完成使命 他们为了实现理想 把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 希望大家可以学会这个成语 如果喜欢这样的成语故事 欢迎留言 订阅 分享 喜欢这样的生活